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 联播网 我是黄家慧 新闻开始来看呢 桃园市巴德转运站 营运至今已经将近一个月 交融局为了解决车流回堵的问题 是整并了公车的路线 还调整班次后 让通勤组能更有效率的来搭车 整体的运量是提升了一成以上 巴德转运站从2月19号开始营运 刚起用时转运站周边的车流回堵 交通局立即检讨 及时调整号制的秒速和车辆停靠动线 顺利解决河墙路的拥塞问题 我们巴德转运站自从2月17号 来开始营运之后 当开始的当天 确实会造成了一些周边交通的一些拥塞 那我们交通局在第一时间 就反映了这样的状况 所以在第二天 我们马上就做了这个周边的交通 耗制的实质的连锁调整 让整个的续境能够更为的顺畅 713 715 716 717等公车路线配合转运站位置 将路线重复的服务路段和班次进行整臂 以更密集的班次服务便利民众通勤需求 另一方面也开放站位 多管旗下解决民众上不了车的问题 如果已经是算是满载的状态呢 而且也没有其他站位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 就直接的经过这个巴德转运站之后呢 直接就到这个永林站 那么不再做这个近站的停靠 那么来加强这样疏解 当然如果有站位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近站到巴德转运站呢 请他转搭这个716的路线 再到这个高铁 在这个永林站的部分 为了满足跨区跨县市移动的交通需求 交通局正办理103路线调整 进驻巴德转运站 让转运站的路线服务范围 触及到桃园车站周边 同时也在洽谈恩主公医院 调整医疗交通车的巴德线 未来巴德区市民究竟可利用交通车 指恩主公医院问看诊 新竹县呢 去年有296辆车 21人被掉扣车牌看驾照 由于交通的违规呢 会被罚也会被祭典祭赐 但祭在车主上 而不是开车的人 基恩理所就提醒车主了 收到罚单呢 又在因道案日期前来申办规则 维护自身的权益 超速不理让行人等违规 不只会吃上罚单 去年还开始祭典祭赐 不少驾驶人没有规则 反而才罚到车主 累计点数导致掉扣驾照车牌 可能很多民众他们从以往 其实规则这个点数就已经存在了 可是他们都不予重视 所以呢 可能在修法到今天 他陆陆续续可能缴了钱之后才发现 没想到祭典或祭次的数量这么多 然后呢 就遭到我们采除说 必须来扣驾照两个月 或扣牌照两个月的处分 那近期已经有陆陆续续 大概每天那有 一二十件的民众 他要来扣牌 甚至于扣驾照 那这样其实蛮 就是影响民众自己在行车上面的权益 一年内既超过十二点 掉扣驾照两个月 而禁举违规达三次 则要掉扣车牌 实施满八个月 经理所近期每天就要处理近二十件 而去年新竹县内 也有二十一人被掉扣驾照 两百九十六辆车被掉扣车牌 车主若不想无辜受罚 则要在违规通知单 应到案日期前 备好通知单 以及车主和驾驶人的驾照 身份证等办理规则 违规日开始有45天的一个应到案期限 所以警察在开出的红单里面 他其实下方就会有一个叫应到案时间 应到案日期 只要在那个期限前来申请 这是很重要关键 车主你要提示你的身份证 或者是你是公司行号 要有这个401报表 或者是登记证之类的 然后再来就是相关的这个红单照片 因为接着我们会把这个违规通知单 再转给真正的驾驶人 他总是他自己要看一下 真不是我开的啊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说 相关的申请书之类的一定要填写好 包括我们接着要去通知这个驾驶人的一个资料 民众能到监理所办理规则 也能上监理服务网做线上申请 根本解决就是遵守交通规则 避免违规 不被祭典也能守住荷包 全国面积最大 车流量最多 台中港是台中市第一个空气品质维护区 是导入了科技执法全天后来掌握车辆 自动勾及比对违规者 去年9月上路至今将近半年 管制的对象合格率高达了9成 降低移动污染源来守护空气的品质 一踩一放 检验人员一边盯着电脑萤幕 一边催放油门 帮柴油车进行排气检验 涉及台中市的柴油车不到5% 但这少数的车辆 却占了台中市整个空气污染排放量超过一成 今天是来做排源检测 我们每年都固定在我们有自主管理 因为柴油车最好是自主管理 才会知道车子的状况 就会拿到一个它的检测标准值 然后就可以挂在车头 那就是环保局或环保 会答案啊 就会看到这一张就不会蓝车检查 检验完在挡风玻璃前贴上合格标示 为了提升空气品质守护市民健康 环保局将台中港划设为台中市第一个空气品质维护区 去年9月23号正式生效 在七处的主要出入口设置了车牌辨识系统 影像及时回传全天后掌握车辆 自动勾机比对违规车辆 针对老旧的一二旗的大型财油车 要求它必须要在进出空气区之前 要检验合格的记录 那才可以进出这个空气区 去年的9月23号14以后 然后我们在10月部分也发现 就是说合格率有大幅上升到85% 那到今年的1月的时候 大幅上升到9成以上 这个也显示说其实空气区的管制 确实有助于车主能自行的 去加强它的车辆的自主管理 针对管制一二旗大型财油车 和合格率是大幅提升 环保局也提醒车主 每年主动到检测站来检验 了解车辆的排烟状况 才能适时维修改善 管制的车辆没有符合空气区的要求 而进出空气区的话 那我们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每次会储500元的 新台币发环的部分 那如果经过通知改善 那不改善的话 它进出一次的话 就按次来做处罚 后续抖入台中港科技执法成功模式 下一阶段将针对油气地点 列为优先推动重点 像是水南生态公园 中央公园 以及古关风景区等 维护空气品质 要守护市民健康呼吸的权益 苏丹红风波未平息 竟然是又验出了农药克美素 台中毒药科医师就建议了 多摄取抗氧化蔬果 像是花椰菜南瓜等 来增强抵抗力 同时多喝水来加速毒素的排出 另外食安处近期也架设网页 更新检验的资讯 让民众及时追踪 冷冷的天气来玩火锅配蜡战 好过瘾 然而食安风波连环爆 民众是心惊惊 是会担心说吃了会不会不健康 就只能多喝多喝水 另外要再加的调外料 就再看一下成分或是哪一个品牌 想方设法自保然而吃到致癌物质 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有效避免细胞病变 医师这么说 它会让那个基因会产生氧化作用 你平常的饮食都有吃到蔬菜 然后呢这个不偏食 对面有吃水果加上又有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的身体的这所谓抵抗力 就是所谓的抗氧化能力 就绝对是可以把这个给排除掉 医师建议多补充抗氧化蔬果 例如南瓜、番茄、花椰菜、胡萝卜等等 而维他命C含量高的柳橙、橘子或奇异果 也可以帮助强化免疫系统 医师表示 目前尚未收到因食安问题挂号的病患 不过若是疑似将苏丹红大量吃下肚 可以优先检查这两个器官 假设你买了一罐胡椒粉 已经都吃光光了 你如果皮肤上没有什么问题 事实上再来 你可以去找医生检查一下 看你肛功能、肾功能有什么问题 如果都没有问题 基本上大概就不会有问题 因为它不会残留在体内 除非已经在体内 对于这些基因的东西 已经做了一个改变 没验出苏丹红就没事了吗 小魔方的红辣椒粉还发现了残留农药克美素 它会影响到包括像 鹰筋会变小 然后呢这个性征会比较晚出现 这是影响到这个华语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最好是每天的这个喝水量呢 可能可以到两千到三千 基本上就是也让这些 你不小心曝露到的这些化学物质 可以很快从肾脏里面排泄出去 食品添加物白白种 不知何时会中标 已是表示健康饮食规律运动才是王道 而食安处近期也架设苏丹红专区 更新不合格商品 让民众及时追踪 确保食的健康 新竹县竹北市人口是突破了21.6万人 新社里呢有8000多人 过去呢没有集会所 立民办活动不方便 施工所呢就花费了4000多万 来兴建的新社馆活动中心 规划了临托服务 艺文空间也有交易和课程研习室 要来满足呢各个年龄层使用 邻近广亭一公园 这栋刚完工的四层楼建筑 是竹北市民活动中心新社馆 内部有舒适休息空间 和提供老幼亲子使用 竹北市民活动中心新社馆 已经报竣工了 那在过去呢 我想有很多的市民朋友 常常跟我们说 我们的集会场所 必须要与时俱进的更新 所以我们特别呢 把这一次的新社馆 也做好的优化 那在一楼的部分 我们将会加强公共空间的使用 围形沙龙 能满足各年龄层新世代使用 总共有四层楼 每一层楼大概可以有70人到100人的这个空间 同时呢可以容纳大概近300个人 那我们是用绿建筑的方式来新建 所以呢 这里非常的这个好的采光 那未来呢 我们正式对外营运之后呢 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 可以透过我们的一化线商租界系统来多加使用 外窗加设遮阳格栅可阻隔西晒 新社里8000多人过去没活动中心 现在有了新社馆 适合亲子休憩 黎明交易也更便利 全力热血从西北起保 草原解放汇聚你我热血 逐线支持让爱流动 苗栗响应均雪尘埃 台中相亭热血英雄 高雄最终善爱心不见断 目击以爱会热血 大大洗手让爱会流 均雪嘉年华等您来参加 六都之外地烟来看呢 苗栗县消防局强化人力呢 是经中央统一被查 在原额不增加的情况下 是规划增制复大队长五名 未来县内呢 五个大队呢 将有一名大队长 两名副大队长轮值 来保障大队副大队长 合理的健康权 也充实消防量能 每逢重大意外 消防指挥官在第一线应变 苗栗县消防局强化人力 将增至五名副大队长 充实消防量能 我们一个大队 有一个大队长 还有一个副大队长 那假设说 大队长假如去受序 那副大队长假如他有请假之类的话 那则下一个指挥官是谁呢 实务上来讲 我们现在下一个指挥官 是当地的分队长 那你假如面对一个 比较重大的公安事件 或意外事件的话 我觉得他的那个能量 可能还不够 那所以基于这个考量 那我们消防局在去年大概在4月份的消防署的署会议 我们就提出来 目前县内消防共五个大队 都是一名大队长 一名副大队长 两人互相轮值 时间体力上都是一大考验 消防局积极向中央争取 在原额不增加的情况下 增至五名副大队长 未来三人轮班 若碰到重大事件 现场指挥官人力不需担忧 三人在休假受训更具弹性 也能够获得适度的休息 当然了 那有五个副大队长的缺帖来之后 我也有跟现场报告 现场是说 我们就依照我们的那个用人为财 从我们同仁的品性 还有他的经验 还有他的经历 历练学识 各方面我们从优来拔拙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有请现场 在3月底 我们再一次我们的那个主管汇报 在公开给我们受接这样子 那当然了 那应该这样讲 我常常讲 当然这个是一个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权利 我既然讲你有负权 我赋予你权利 相对的我也赋予你相当多的责任 所以负权之外还有负责 苗栗县成为六都之外 第一个增至副大队长的县市 目前正寻觅适合的人才 预计三月底正式受接 全方位守护苗栗 献丽献品安全 桃源市巴德区呢 户政事务所主任林玉婷呢 是获得杰出女性公务员的表扬 林玉婷呢 从基层户籍员做起 30多年的工作生涯 还是用心来带领团队 从民众的角度出发 解决问题 桃源市政府表扬杰出女性公务员 共有十位杰出女性公务人员获选 其中巴德区护政事务所主任林玉婷 投入护政工作30多年 从护级员 股长 秘书 科长到主任 林玉婷带领团队多次获奖 谈起获选杰出女性公务员 林玉婷满事感谢 那首先当然是感谢我们长官 他对我的肯定跟推荐 那同时当然是得以我巴德团队 所有同仁的努力 那他们努力的结果 才能够成就我今天 有这个资格去参讲 那也很侥幸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那巴德护政它是一个很热情 而且有活力的团队 那同仁在工作上都非常的兢兢业业 也随时在本着为民服务的心态 来从事工作 林玉婷发挥女性温暖特质 发行米宝养成记出生篇绘本 让民众以前显异懂的方式认识护政业务 也从民众的角度思考问题 建立线上取号制度 推动线上取号预约服务 另外在护政事务所一楼安排出生 理属展与儿童的休戚区 让民众等候洽工的时间不无聊 用说故事的方式带民众认识护政 一般行政机关民众在洽工的时候 都是比较自视化 比如说我们出生登记 就是出生证明书 户口名部身份证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希望它在洽工的时候 那会有一些等待时间 那等待时间我们在 我们的民众等候区 就设计一个儿童的游戏区 那你带小朋友来在那边玩 那我们那里也摆了一些 展示出那种抓周 比如说你有印章啦 有比啦 林玉婷曾经在五个户所服务过 心力轻微带领团队 获得市政府表扬 鼓励巴德户政团队 持续提升服务的品质 桃园市观光旅游局 是获得旅馆业绩 民宿管理辅导绩效考核 最高评比特优的夹击 这已经是连续第五次 获得双料夹击 来展现桃园市提升 旅客服务品质上的努力成果 官旅局连续五次 在交通部办理的地方政府 办理旅馆业及民宿管理辅导 绩效考核 获得全国最高评比特优 另外小人国主题乐园 也持续荣获 观光游乐业考核竞赛 特优的佳击 官旅局长周博英 在端光节庆祝大会上 接受交通部观光署颁奖 官旅局在旅宿业管理的政策上 有许多的作为 打击非法旅宿 积极辅导合法民宿 并办理桃园好站 及民宿管家学校的评鉴 提升旅宿的服务品质 今年其实在旅馆跟民宿的辅导 以及在我们后续的行销上面 我们都做了一个很大的变革 首先是我们带着我们的业者走出去 那走出去其实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在我们台湾自己内部 到别的县市去学习跟观摩 那另外一个呢 则是踩着巨人的肩膀 要看这个国际等级的品牌 比方说我们台北有一些 知名大品牌的这些旅馆 桃园管理局从108年到112年 连续5年融获双料特优 展现桃园近几年来 在旅宿及观光游乐业管理 提升游客的服务品质 和相关行销业务上面 搅出亮眼的成绩单 图书馆可说是民众的心灵充电站 根据新北市立图书馆的统计 去年借月次数就突破了2500万册 其中被讨厌的勇气 是正确热门排行榜的冠军 另外电子书的使用率也明显成长 除了语言文学类 应用科学也深受欢迎 拿上自己喜爱的书展开心灵深处的探索 市立图书馆公布去年服务数据 发现走进图书馆的民众变多了 光是借月人次就超过500万 其中被讨厌的勇气缠连借月冠军 不便利的便利店也拥有近1400次预约 我们图书馆的利用人次将近2700万人 那我们图书馆的借月测数 也将近2500万册 那我们的借月人数也超过了500万 那大家一定会好奇说 大家喜欢看什么书呢 我们以我们十大的热门预约排行榜来看 我们第一名就是被讨厌的勇气 这本书很厉害 它是常年占据我们排行榜意义不咬 而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类别则是语言文学类 占据总结数近43% 总观来说我们这个112年 读者最受欢迎的类别就是语言文学类 我们统计一下大概有一千万册 是占了我们整个借月数量的42.37% 其实非常可观 那这些文学类中大家最喜欢 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 不便利的便利商店还有磁灵 历经疫情冲击电子书和网站使用明显成长 除了语言文学类应用科学也深受欢迎 那我们除了这些实体书之外呢 我们图书馆呢还有65万册的电子书 这电子书的利用量其实也是非常的可观 我们从109年大概就有20多万人的这个测数 到了112年有70万册的借月量 入网的书籍中涵盖哲学心理励志以及投资理财等各式题材 民众阅读不再偏时朝向多人面向发展 大家好我是谢政武 珍雪一带救人一命 珍雪前要记得二不一要 不要空腹不要熬夜要多喝水 珍雪后扎珍的地方记住轻轻压住5到10分钟 邀请您2024年3月跟我101全台6地总动员 原汁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师生 是利用AI技术来及时侦测车速看违规的行为 打造更安全有理的道路环境 希望解决行人地狱的无名 而这套系统参加多个全国性竞赛是获得了好成绩 保障行人安全原汁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师生 利用物联网和摄影机等仪器 配合影像辨识和深度学习技术 研发即时车速侦测 违规侦测等多项功能的系统 希望打造更安全有礼貌的道路环境 我们设计的系统主要有违规侦测 那违规侦测包含可能行人 离浪行人 然后闯红灯超速违规左右转 市面上出现的违规的我们都可以侦测到 那以这些客观的数据来帮每一个驾驶者 做一个评分的动作 然后分析每一个驾驶者的习惯 那同时将这些客观的数据传上云端之后做运算 在系统研发的过程中 团队克服种种困难 并在第28届大专院校资讯应用服务 创新竞赛中展露头角 获得资讯应用组全国第一 另外在友达智慧强域与ESG应用卓越组 获得全国第三名的夹击 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设计洗刷行人地域的污名 研发这个专题我们是透过UOV8技术 然后UOV8技术它里面有很多套件 然后我们是用UOV8POSE 然后去侦测行人 然后以及UOV8的TRACKING 然后去侦测这个行人的轨迹 然后以及一些物件侦测部分 然后去侦测类似斑马线啊 汽车这些物件这样 然后去做结合 然后去研发出这个系统 指导老师简庭英副教授希望学生们可以活用学到的知识 解决在生活中遭遇到的问题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 那我一直期望学生们能够学以致用 将学校所学的部分能够应用在生活中 而不是只是了解学校课本所学的一些理论跟基础而已 因为学自用的学习比较有趣 所以在题目的发想中 我鼓励同学们以如何应用资讯科技 改善生活为前提 那希望这样子的一个APP能够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共同设计系统的学生共有8人 他们利用AI技术收集数据进行统整与判断 最后将结果回传到使用者APP 提供使用者及时回馈 透过评分机制 还可以提供乘客驾驶的驾车评分 未来希望系统能与行车记录器结合后 成为新型的智慧型行车记录系统 为驾驶者和道路使用者 带来更安全更智慧的行车体验 新北市土城区 银老里临近山区 由于雨量较为丰沛 不仅有土石流的风险 一旁挡土墙更是布满青苔 里长特别是请来了化石结合自然景观 绘制山野美景 另外为了兼顾安全 里长也逐一来警示 边坡和党土墙来加强维护 清水大尖山环境优美 姓名状塔勤践行 因此不少山友都会路过 土城区永丰路195巷 不过一旁党土墙布满青苔屋渍 相当不美观 听到里长特别请来化石 请结墙面并骑上山野美景 让党土墙兼具美观和安全 我们对面党土墙以前都长满青苔 有时土石流下来就是很脏 经过工所请了艺术家来绘土 把党土墙清得很干净 看起来就有一很新鲜感 看起来就很漂亮 因为这里有的都是动物 所以有一些小朋友跟四大人来 都很高兴 都会在这里停顿一个 会说哇 这里好漂亮 大家照相什么 去那里还有几个百分钟 车出饮 希望大家出力平安 那那种楼大风 做起来土石流才没崩溃 才没崩溃 然而在永丰路255向周边零碎落石散落在路旁 尤其每逢大雨就会传出落石或是树木倒塌意外 李章表示江河公所研议进行当土墙补墙措施 因为华客山上只有一条路 那时候也是料理 帮我们争取我们土城的意言配合 还有我们公所很感谢他们 那条也做起来差不多两年的期间 还有一个小部分就是还会崩溃 崩溃我有拜托我们七长帮我想办法 那次还给他做好好吃 由于里内邻近山区理想透过主意检视 当土墙和拍摄口洞 反而未然保障李明的局中安全 脏乱点大变身来看台中太平区光荣里活动中心旁一处空地 过去杂草虫生是堆植垃圾 身为友善动物得奖者的里长 是争取绿美化改造成绿地 吸引了许多李明是带着毛小孩来溜达 发挥绿色疗愈力量 为社区营造新的休息据点 小狗跑牙跑在翠绿的草坪上 自在漫步李明也能坐在椅子上享受日光浴 太平区光荣里活动中心旁一处空地 社区透过地方创生 将脏乱点绿美化成了空瓶小公园 现在这个地方我要把它做成一个 我们友善动物的园区 因为当初我们光荣里 也是我们友善动物的得奖者 我想说这块土地就是让一些毛小孩 跟市主他们有一个很好的 让毛小孩有一个运动空间 翻出过去画面 杂草重生车辆乱停 还堆制了许多废弃物 这里是国有财产署的土地 经过里长多年争取 如今打造成地方休憩的新据点 李明也纷纷带着家里的毛小孩前来体验 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 上一秒你追我跑 下一秒成了冤家这狗狗的互动 也是很有个性 将近五十坪的空间 成了毛小孩溜搭的新天地 就来这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这样而已 不如在家里关掉的 不是办法对吗 在这边聊天 这边开钢 晒太阳 对啊 喝个啤酒 较有空间 但是缺点凉顶 没凉 这边外人可以 外人在这边没凉顶 这是封闭雨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硬体 看来是不是变成十百 所以我就有在申请说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刮棚 让周遭附近的那些 长者啦 或是说喜欢种菜的那些居民 来这边种 让他们认养 然后他们认养之后 他们周遭环境 他们就会顺便整理 那是不是很好 1.25嘛 除了检疫绿美化 之后地方还要争取棚架 让李明来种菜 发挥绿色疗愈力量 让这里成为社区的 休憩新据点 供应南苗及大台中地区 民生用水的李渔潭水库 就在苗栗县大湖乡新开国小旁 成为了学校关注地方的重要学习教材 今年降雨量偏少 李渔潭水库是持续下降到四成 新开国小幼儿园与长辈们供学 是呼吁珍惜水资源 今年开春降雨量偏低 李渔潭水库水位持续下降 现在只有四成多 位于水库旁的大湖乡新开国小 以水库为师 不仅国小展开地理学文课程 幼儿园的小朋友 也跟着阿公阿婆一起来学 他们教了我们很多点点滴滴 然后呢我们了解所有李渔潭之后 我们再共创出一个不一样的风采 我们共创出了不同的绘画 绘画出李渔潭的美景 重点就是了解 就是李渔潭水库里面的 所有的样貌啊 不同的知识啊 然后甚至把这一份土地的情 继续传承下去 在长辈们的口说故事指导下 小朋友画出了各式各样的水库风貌 接着一起拼贴 铺上绿树和水井 共同完成李渔潭水库 在不同时节的各种样貌 以前李渔潭的水刚刚的 后来有下雨了之后就有水了 我们把它画下来 可是我们不会画 我们去找爷爷买来 一起教我们买 这个是风很大的李渔潭 这个是满了水的李渔潭 但是水库持续往下摊 也让幼儿园小朋友好担心 透过课程引导 这些小小孩也呼吁大家 一起来省水 那怎么样才能接鱼用水 你要怎么样做 用宝水关很小 对 然后还有水龙头 如果不用的时候要怎么样 关起来 不能开它 不然于它的水可能会没有 它要叫我去洗手的时候 它马上开之后 雪的头的水都一流出来 所以你有没有提醒妈妈要赶快把水关掉 有 提醒民众共同珍爱水资源 期待接下来的春雨溢柱来增加蓄水量 大互相新开国小规划系列课程探讨 使得学生自然成为关注环境生态的小尖兵 颜面损伤的患者有福了 来看台中市中医大负一整形 外科是协助血管肌形瘤的患者 来进行高位筋膜拉皮手术 除了恢复原有的容颜外 还吸收阳光基金会心理资商 让曾受不友善眼光的患者来重新展露笑点 开创第二人生 前后对比脸型差很大 这两位患者从小饱受血管肌形瘤的困扰 脸部肿胀左右不均 如今透过医美疗程恢复原润的脸蛋 出社会面试的时候 确实会比较特别注意 就是我脸部不平均的问题 然后所以我在面试前我都会去剪头发 然后跟就是设计师说我要遮住这样 由于先天疾病 让患者小桃求职还得小心翼翼 中医大负一整形外科 透过樱花剂先让血管萎缩 接着以除皱纹常用的肉毒 剥尿酸平衡脸部肌肉 并使用核磁共振全人效果 在反复长达8到11年的治疗与观察后 最后进行新式高位筋膜拉皮手术 治疗肌肉沾黏的问题 让外观恢复自然的样貌 在他身上我还用肉毒 热的感金素去均衡它的颜面神经麻痹 然后还做了一些雷射 然后还用一些填充物 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在医美界听得到 可是事实上它的作用不是医美 不是只有医美 我们不要把这些治疗把它看得太小 它对我们整形外科来讲全部都是工具 不再当草莓族脸部也变得光滑 不过根据统计有将近一半的颜面损伤患者 曾受过不友善的对待 并有高达八成的人就此失去自信 中医大副医就与阳光基金会合作 透过社工的资商辅导协助他们走出心中的阴影 我们会提供心理提供社工的一个智商服务 那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治疗计划 以及社会心理服务的一个紧密的合作 可以让病友它从内而外那从外而内 它可以更多的一个适应 重建的还蛮成功的 然后感觉好像有比较平均 然后也会比较 不会说给人家看到或照照片的时候 照片给人家看到会觉得说 怕人家看到照片怎么那么奇怪的 医疗的进步不仅解决颜面损伤患者的困扰 更进一步与社服单位合作 疗愈他们的心灵带来崭新的人生 每一份捐血都是生命的礼物 但是你知道吗 近十年 台湾二十四岁首次捐血的人口数大幅降低 年轻心血减少了近四成 我是谢正午 2024年3月 邀请您一起响应 大大洗手 让爱会流 捐血加年华 黄色小鸭魁违十年重返高雄是掀起了小鸭旋风 青年局是结合了新创店家趁势来推出赶快跑鸭的活动 将一万五千只的小鸭投入了大港桥竞速漂流 结果冠军鸭的编号主人是一名退休船长 青年局长日前是颁发了东京来回双人机票 恭喜他幸运获奖 青年局日前举办的赶快跑鸭活动 冠军得主徐先生终于现身 他说没想到清创店家吃个早午餐 居然因此获得大奖 店家跟我们讲说 可以你只要消费满200块 就有这个 就可以拿一张卷 我们一共拿了三张卷 其中一张就是0097 抢搭黄色小鸭热潮 新年局结合青创店家举办赶快跑鸭 小鸭漂流摸彩活动 而活动的压轴就是将一万五千只小鸭 投入大港桥水域尽速漂流 而最后冠军是由编号0097的小鸭夺得 对应到的消费民众就是幸运的徐先生 他当初接到电话通知还一度以为是诈骗集团 没想到幸运之神真的降临 我一看哎呦 怎么一天四五个人打电话给我 我想说这一定照样 我还跟我太太讲说现在诈骗很厉害 后来我跟我小女儿讲 我说她说老婆会不会我们真的中奖了 你去看看我们那个券 我说你券放在哪里 她说放在电视旁边啊 那我就去拿给她说第一张一看不是没有 00971没有 第二张又没有 第三张00971 没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真的一万五千只那种机会很难得 这次的活动非常开心 也非常感谢在活动当天非常多的这个好朋友一起集结在我们的爱荷湾那边看小鸭竞速 虽然呢当天的小鸭跑的比较慢 但最后我们还是有这一支跑第一名的 有这个徐大哥获奖 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那今天徐大哥跟大嫂来到青年局 货搬这样子的一个商务舱的双人机票 也期待呢他们整个家族去到东京可以玩得非常开心 青年局长张一礼颁发头奖奖项 高雄东京双人商务舱的来回机票 徐先生笑得合不拢嘴 打算全家一起出国玩 而青年局也把这只幸运小鸭送给徐先生 希望让黄色小鸭成为全家的幸运物品 苗栗县公馆国中田径社团表现越来越好 继去年在现运是拿下了二斤的好成绩 今年夺牌数又创新高 拿下了五斤四银十一桶 五斤军军选手呢将代表苗栗县来参加呢 113年台北全中运 现在正全力备战中 拿下国女200公尺冠军的刘亚轩 在现运跑出27秒56的成绩 还有国南组成岸跳高的林佳杰 以三米五成绩打败对手 最厉害的国南三千公尺古正号 邱子恩 张玉成也达标 113年台北全中运的标准 尤其古正号更被视为明日之星 他在去年以国二的身份 就拿下了历史第七节的最佳成绩 而且在1500公尺是拿到全国第七 然后3000公尺全国第五 那非常多教练都在看好他的成绩的成长 虽然没有体育专班 只有田径社团公管国中 在教练江浩铭和林静玉组长带领下 一再刷新学校记录 即去年在幸运拿下二斤的好成绩 今年夺牌数又创新高 拿下了五斤四银十一桶 填赛总锦标亚军 竞赛冠军 夺金选手都将进军今年全中运的比赛 每天早晚都在体育场上练习备战 那拿到了20面的奖牌 那尤其其中达标全中运的 就高达五个人 而且五个人里面基本上都是金牌 撑干跳跟200 还有我们的那个1500公尺 国南1500公尺跟3000公尺 那这个夺牌希望比较大 是我们的3000公尺这个项目 感谢我们的学校校方跟校长跟家长会长的支持 那我们在4月21号台北全中运 会尽全力获得奖牌 馆中这一次全中运参赛项目 包含国南3000公尺 1500公尺 国南乘杆跳高 国女200公尺等 选手中还有音乐班的学生 展现学子能文能武的一面 不断擦亮公管国中金字招牌 音乐比赛长盛军苗栗县建国国小 在第12届世界合唱比赛 夺得一金一银的夹击 近期是挑战了全国学生音乐比赛 获得了中区特优 4月将挑战全国乡土歌谣竞赛 锦罗密鼓的恋唱 目标要拿下客语闽南语 东南亚语三座特优奖 音准咬字都要抓准 还得收集动作手势 头份是建国国小合唱团 参加全国学生音乐比赛 获得中区特优 4月份将会代表苗栗县 参加全国乡土歌谣竞赛 可以和三位美丽的老师 一起学习就很开心了 那这次要准备全国赛 有很紧张吗 有 有哦 其实大家要赶快加紧练 对 我们还要再拿到特优对不对 嗯 可佳话 闽南语 东南亚语 比赛三种语言 还要在短时间内 换曲目进行调整 团员老师压力都很大 像我们这次会唱 就是用这个我们传统的歌谣 带孩子们来认识 也希望他们要能够传承 记住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歌曲 每一次登台演出 孩子们全力以赴 就连平日练习也不马虎 全国师生乡土歌谣的比赛 那我们参加的类组有客语 还有东南亚语 还有这个扶老语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学习不同的语言的过程 那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会获得包括认识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 虽然也是全国音乐赛的长顺军 但建国国校仍旧全力备战 要为苗栗县再拿下三座特优 为传唱母语文化而努力 还记得青少年阶段渴望独立自主 又重视同侪的复杂心情吗 陶渊市的永平工商广告设计科的学生 就以LeSense刷一波存在感为主题 来举办成国展 透过青少年的创意呈现 来反映人们想被看见 想被发现的渴望 70年代的电影院怀旧氛围 让人仿佛回到过去 这是永平工商广告设计科学生 所设计出的时光经 透过设计的产品 带领观赏者回到过去 也透过复古事物与风格 展现独特的生活态度 我们的设计理念是想要 让以前的人回到那种感觉 就是把他们回忆带上来 就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会乐中于说怀旧啊 复古这些设计这些装潢 然后很多的那种主题餐厅那些的 也会就是利用复古这些 想要让人家回来的那种感觉 学生用时下流行的小肺包 结合不同口味的巧克力 打造情绪小克力商店 将味觉的酸甜苦辣 制作出相应的巧克力 在味觉嗅觉视觉上 都能展现自我独特的魅力的存在感 我们做了包包跟拌漫糖 包包呢我们是结合小肺包 因为近期流行小肺包很久了 有香奈儿跟爱马仕 然后拌漫糖的话 我们是使用五种口味 然后里面酸的话是梅子 咸的话是海盐 辣椒是辣椒粉 然后苦的是咖啡 有名工商广社科的陈国长 让学生们自由创作发挥 可能来自性别自我情绪 网络动漫文化的商品 并共逐出自我认同与生活态度 对因为他们的存在感 其实我觉得就是存在于绘画里面 对他们常常会透过绘画 会就是一直发很多的心思 在绘画里面 就是不停的去涂鸦 然后去创作 对那就干脆把他们的作品 把它集结起来 然后把它印刷出来 然后也作为他们的一种 存在感的展示 有名工商第34届广告设计科 这次的成果展 共有九组作品 使生们在生活周遭找寻创作的灵感 陈国长从即日起到3月24号 在总理艺术馆展出 各位乡亲 在道路上行走 千万要注意安全哦 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 座位画设人行道 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赶时间 每车超开 步进一百公尺范围内 有行人穿越道 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 不得随意穿越道路 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 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 停止限制路员范围 或路员延伸线往路段起散 三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 遵守行人路权 路口大家安全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碎链三十 来看台中朝阳科大创校三十周年 校方是举办了李仁耀桃艺各展 展出了三十件小口瓶 而他也是公社系的校友 因此将展出的作品 全数捐给学校当贺礼 而小口瓶口径最小只有0.01公分 堪称一绝令人惊艳 送上象征淬炼三十的咖啡色小口瓶 地点就在朝阳科大 今年适逢创校三十周年 学校就特别邀请到毕业校友 陶一家李仁耀举办各展 李仁耀校友对于这次捐赠 其实对学校教学上面工作帮助很大 那我们这些作品呢 大概除了在这边艺兰会展览以外呢 我们有一些会放在校使馆 另外有一些会放在我们设计大楼 展览馆 供我们学生来观摩使用 提笔辉豪写下五集两字赠予校方 李仁耀本身就是朝阳科大工业设计师毕业 为了庆祝母校三十岁生日 将展出的三十件手拉胚 小口瓶以及书法等作品 全数捐给学校作为校庆的贺礼 我这次的捐赠三十件作品 有这个突破系列 小口瓶系列 还有这个花系列 还有我们的这个蜂巢茶壶 因为我的故乡是在苗栗大壶 那有这个蓝雀 所以很多的这个色者呢 有蓝雀的这个蓝色的这个系列 然后我们的这个苗栗土呢 也非常的盛名 含铁质 这个具有这个复古的蕴含 所以很多的这些作品呢 呈现的时候都有这个特色 最小的口径只有0.01公分 只能让头发的法司通过 制作难度高 手艺堪称一绝 而这些陶艺品将从即日起到3月22号 在校内一廊展出 未来也将珍藏在校室馆内 大师做得很不错 就是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也有它的概念在 然后也是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经验所累积下来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到今天这种经验 这种程度很不容易 变得有个裂开的 好的就感觉就是刻意为之 对对对 陶艺创作有成不利于回馈母校 离人要透过举办各展 让人看见小口评的大世界 如果转型是必然 可以有什么做法 陶渊市大西区老木器行传承三代 从传统神桌到无垫音沙 还把香芬湖带去法国参展 也推出了不少木座体验 不过从二代传承到三代 转型之路难免有冲突 彼此都要努力沟通 大西这家有48年历史的木器行传承三代 年轻化风格加上体验营收 开发多元木耳DIY 这个是要压 压 要用力 用力压 好 这个是要推 前面两只食指要压 后面两个拇指要推 对 速度要快 速度要快 对 好来 你先试一下 木匠师二代简灯贺 跟着爸爸阿钦师 从传统神桌起家 本身学美术 作品特别有美感设计 他知道木翼转型是必然 重回学校研读视觉传达 不只是文化部认证的传统匠师 还是古迹修复师 他也和设计师合作 制作香芬湖 到法国巴黎参展 像这个是以台湾的块木 这个是以台湾的萧兰木 台湾的檀香去做 这个是台湾的龙博 代表国家出去展览 当然心情是很高兴的 很荣耀 也是我们代表桃园的 木浴馆过去的 当然是很高兴 不过转型过程 难免会有冲突 我们现在听的声音是这样 他透过音箱出来的声音就不太一样 妈妈杨美丽操作木座无点音箱 可以放大40%的声音 这是国乐系毕业的儿子 简伟哲的创意构想 然而爸爸才是会制作的木匠师 儿子注重音质 爸爸注重木座品质 当初开发了20几个版本 最后才达成共识 可能我在设计上面 就是不是这么的专业 毕竟我只大约知道它的制作流程 可是它制作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我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不过就是我父亲都会想办法帮我克服 那我就等于像是专业经理 我只要最后去验手 像哪里我觉得不够细致的 就是请我父亲再重新再处理过 精湛的木浴功夫需要长时间养成 夫子坦言接下来还是会担心传承 不过至少先在时代的洪流中 生存下来 谁说关怀据点只能玩首作 来看台中南区鸡胜里关怀据点 老师发挥创意和巧思 参考韩国综艺节目 是发明了双人精益智游戏 让长辈们两两合作 利用橡皮筋 把球夹到指定区域 大家玩得秋海黑 我里最困的不要点拐 最困的啊注意听 两两拉着绳子 靠着橡皮筋的力量 把球夹起来 没得咬去哦 不用扣一球哦 搭配老师的口令 把蓝色的球放到盘子上 这也是一个默契哦 进阶一点再把球放到漏斗中 这里是鸡善里的关怀据点 老师发挥创意 参考韩国的综艺节目 发明一支游戏双人精 让长辈们来挑战 最主要我们的课程 都是还蛮多元的 然后最主要也是想要让长辈 可以就是会很期待来上课 对每天都是会不同的 就是动静皆宜这样子 让这些长辈达到那个眼睛啊 手啊的那个调和 还有透过大脑的活用 可以促进那个身体健康 对这些长辈都很有意义的一个游戏 就连里长余慧珍也一起加入 来个默契大考验 偷偷用手拨球犯规哦 搞得大家笑海海 完成挑战掌声响起拍手叫好 让长辈们直呼 就好玩 看似简单其实大不易 很好大家玩得都很快乐 很有创意 老师都一直发生新的课程 手脚联合一点 也是那个头脑又在用 还好啦 很好啦 我们的时间到就来了 很好玩 好像小孩子 哇太棒了 这些课程都很特别吗 对对对 很期待 每个星期三都很期待 透过团队合作 结合橡皮筋的趣味游戏 不但训练阿瓜阿嬷们 也名手快 不怕大脑 也堪称是台版的韩总实敬秀 3月到了金黄花改摇曳的季节 新竹县峨眉湖畔 地主16年前是种下了50颗枫林木 绵延百余米 黄色的花土是陆续的绽放了 豆映在湖面上 梦幻的美景就像是一幅画 新了许多民众呢 再放行好天气 来拍下金黄美照 黄珍珍花朵 像枫林般随风摇曳 点缀峨眉湖畔 吸引不少游客 沿黄湖步道赏花拍照 峨眉这个地方 就是平常假的 然后平的 都非常多人来看这个枫林花 所以我今天也不例外 会跟大家一样来赏个花 来就是靠运气 你不觉得说你来是最茂盛 或是你来稀稀肉的人 还是有它的美 自己种了差不多五六十颗啦 还好就是都花期来讲 一般花期就是在三月初 到三月底这段时间 可是天气会变化 可能会提早一点也会延后一点 现在目前来讲都是还有 满多还没开的 所以还是天气比较冷 五十颗黄花枫林木 十六年前种下绵延百余米 每到三月亮黄色花朵陆续绽放 在蓝天白云衬托下 花朵倒映在碧绿湖面 更显耀眼独目 今年受气候时冷时暖 也碰上春雨来袭 有些花提早开 有些则含苞待放 林中抢在放晴好天气 花枫林木顺放 赶紧抢拍梦幻美照 你看这边有山有水 我自己住这边我也很喜欢来 开了一半啦 还有一些没有开 不算是全盛时期 阳光照得花朵闪闪发亮 目前花开雾城 还有一半含苞在放 花期持续到月底 想一堵春季金黄美景 可得把握时机 以上就今天的Tnews联播网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家慧 祝大家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